Ctrl C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把這個這個參數 其實就是瑤瑤了 這個取得應該是瑤瑤對不對 然後再怎麼樣呢 再切到瑤瑤的位置 因為我要切到第幾個 我如果不確定哪一個的話 我可以用名稱 那我要確定哪一個 所以瑤瑤的部分切過去 然後貼上 再做欄位的重新自動調整 OK 然後next 這樣的話就產生瑤瑤對不對 再來就下一個 下一個不知道是誰 然後下一個是菜頭 然後再往下 再去找菜頭的資料 把它全選Copy 再切回去 切回去之後 其實這個S這個地方 也可以改一下 你這邊也可以改成什麼 不一定去叫菜頭 你也可以拿第幾個 其實i加1也可以 算一下 因為i i的話是2 加1的話就是他的那個位置也是OK的 所以這個地方不一定是給名稱 你也可以給位置 然後貼上 在欄位置中調整 next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全部這樣跑跑跑 就會全部跑完了 跑完之後的話 next之後 我們就把 最前面的第一個給刪掉 跑完對不對 跑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刪第一個 所以呢 先把那個訊息 alarm給false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再把它刪掉第一個 然後就 True 再來就怎麼樣呢 在游標再放回去問題9 再取消 篩選 就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 OK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跑完 那我們就可以取得業務了 但是等一下還要怎麼樣呢 如果下一次我要再跑 你會發現 問題來了 我要先把舊的刪掉 才能跑新的 所以我要怎麼把舊的刪掉 等一下再來講 OK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看一下我的完成畫面 基本上 這個這一行第七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我這邊是寫i加1 那我剛剛的這個地方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是用位置 那我剛剛是用的是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是用名稱 所以兩個可以比對一下 其實結果都一樣 哪一個比較好呢 其實 反正 弄得出來沒問題就是好了 給這一個 我現在是寫成這樣的 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這個是用他的位置 這個是用他的名稱 名稱 OK 好了畫面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喔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